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天气转缓 可是当时还是摘的时候天气非常冷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这些黄瓜摘了很多以后 最后都死掉了 只剩了第二茶摘了它以后只活了两颗 当时是非常困难的 这个是在室内育苗的香菜 已经长得很大了 完全可以吃了 可是我现在一天吃两顿饭 没有吃太多 这是麻辣椒 这个是茄子 大家可以看到摘了一个月以后还是很小的 这个也是麻辣椒 这些西红柿倒是长得不错 西红柿是比较耐寒的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边已经小西红柿已经结出来了 有不同的品种可以给大家看看 这个是甜橙 这个是黑珍珠番茄 这也是番茄 这是小的牛奶红番茄 这个是黄胜米番茄 这是我种的小葱 已经长得非常好了 那么这一袋种的是西芹菜 不知什么原因 一直没有长出来 这里边栽种了两颗是茄子 茄子非常怕冷 到现在还没有茁壮的成长 这是我种的韭菜 韭菜由于有耗子侵害 所以这个地被他们翻得乱七八糟 这是去年种的韭菜 活过来了 这是今年在室内种的韭菜 现在摘到地里边也长得很细 这是我留下的得到的唯一三颗黄瓜 这是第一根黄瓜 大家已经看到了 已经长得非常大了 我把它摘下来 这是第一个我的胜利果实 这么大了 这个是不太容易的 而且这还有一根 如果天气变好的话 这一片黄瓜会非常的高产 这里是我种的小白菜 和其他的小菜 长得不是特别好 有一些秘笔 这是新长出来的一些小菜 这边就是我种的四季豆 由于天气比较冷 当时种出来的时候还是不错的 这是两个月以前育的种 可是由于天气很冷 收获不错 这个长势不是特别好 最近可能还不错了 这个是已经开始开花了 给大家看看 我的五席蔬菜的全貌 目前就是这个样子的 会随着天气转转 而长得越来越好 好 今天的视频就做到这里 谢谢大家